字幕提供 他看了播出之後他蠻後悔沒去現場的 他覺得現場一定很精彩 他蠻後悔的 他其實也蠻喜歡BL 成績上蠻好的自己有料到 真的沒有 主要是覺得拍的時候是很舒服的 整個劇組很舒服 然後拍的過程也很開心 可是那時候沒有想到會 是這麼大的回想 而且大家對於我們兩個 很多的點 可能我們自己沒有發現 但是大家會覺得很浪漫啊 或是很怎麼樣 這是蠻驚喜的 但是也蠻開心 大家喜歡 但他看了播出之後 他蠻後悔沒去現場的 他覺得現場一定很精彩 他蠻後悔的 他其實也蠻喜歡BL 我們一起看 我是不敢跟爸媽看 但是跟他可以 登記後的心情上 其實我覺得很妙的是 我們的生活都沒有改變 可是心情上會改變 就是會覺得 就是身分證後面多了一個 名字之後 其實會蠻踏實的 你沒有討論過 小朋友這個問題嗎 順其自然 因為我很喜歡小孩 你喜歡男生還是女生 都可以 可是 就是 我覺得我會把女生寵壞 我心養的小狗是母的 我現在都覺得 有點沒辦法對他兇 我就覺得 如果是小孩的話 應該蠻 我會蠻慘的 就生活上真的沒有什麼改變 因為我們在一起十年了 其實生活模式都差不多 但是就是我覺得 那個身分上的轉換 好像還是 在心態上有帶來一種 新鮮感吧 就每天起來都覺得 蠻開心的 我覺得 綁在一起 當然大家講說會有摩擦 會有吵架 那肯定的啊 那一定會吵 但是綁在一起的時候 我覺得 有些時候的 生命體驗 是可以共同經歷的 這件事情 我自己蠻喜歡的 就是你們會一起面對 很多事情 然後比如說因為工作 去到不同的地方 就對我來講 就會現在就會很像是 既像工作又像旅遊 有一點那種 公費談戀愛 談戀愛 公費經營婚姻的感覺 蠻好的 唉 我身邊的人都結婚了 我說我想去拜約 去小孩 稱號廟 你說當道成那個 聽說那一家也不錯 Sindy好像就是去拜完 然後就 就我們就認識了 喔 不是具體裂出來 有裂出來 好像有裂 但都是相反 我記得他有裂雙眼皮 對 不好意思我單眼皮 我那時候長髮 那時候長髮 哈哈 有沒有 呃 呃 Baron 你 好 是 legen